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,点赞加订阅,祝您福寿长。 两位行脚僧一起在沙滩上行走,不经意间,海浪扑过来了,两个人一下子都被卷入了海里。 行脚僧阿明游泳技术稍好一些,于是竭尽全力把同伴沙望救了上来。 回头看看险些要了他的命的大海,再扭头看看为了救自己已经筋疲力尽的阿明。 沙望满心感激,他紧紧地握了握阿明的手,然后拿出小刀,在附近的大石头上刻下这么一句话。 某年某月某日,沙望落海,阿明不惜自己的性命救了他。 还是这两位行脚僧,在沙漠里前行的时候,因为一点小时吵了起来,阿明一气之下打了沙望一个响亮的耳光。 沙望什么都没说,蹲下身去在沙子上写道,某年某月某日,因为争吵,阿明打了沙望一个耳光。 因为沙望的宽容,两人很快和好如初,阿明为沙望道,你为什么把我救你的是磕在石头上,却把我打你的是写在沙子上呢? 沙望笑笑,便带他来到了海边,指着那块磕有字的大石头说,你看,半年多了,他们还在呢,就像我永远会记住你救过我一样。 而沙漠里的那些字,一夜过后,就会再也没有踪影,就像我不会记住你打我一样。 你不觉得,这样会更好一些吗? 永远记住别人对我们的恩惠,同时努力忘记别人对我们无心的伤害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过得轻松快乐,同时也让友谊之数四季长青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